今天晚上果然很療癒 就是在是志祺老師還有秦英龍老師 然後我不知道我不會講 就是秦英龍老師 你說你就是七月 然後是行政都沒有做什麼事情 但其實在一個一中的學生們覺得說 欸 我們全體很自由啊 你知道嗎 在檯面下的事情 這一個人有在處理這樣去給我處理 就其實剛剛就是 金老師他有講到說 我們在講那個稅制制度 然後要講那個什麼 從漢代時後開始的什麼豪族 然後講魏晉南北朝 然後講豬庸吊吧 然後到什麼唐朝的時候兩歲吧 然後一直到那個什麼明朝之後一條邊 然後跟你講一講 然後最後其實我們就是說 關於土地的奪取嘛 然後只要人民留意失所 那最後的下場就是人民起來判斷嘛 然後這個國家就會倒嘛 那我說欸 如果把人民逼到就是無處可退 比方說網東跟普建 他能做什麼 有中國啊 村去哪裡 又來台灣嘛 對啊 如果有在原地也好啊 你又發生那一段 可是然後 所以我們會講到土地的重要 所以會這樣講到說大普安的部分 可是我們跟他們講完 然後大家討論 真的跟現實生活非常有關係的時候 都還是要跟他們說 來 那個同學你知道口訣嗎 三二一 對啊 我跟你說說你這張三二一 就是可這三個嘛 就這樣啊 那不然就是再跟你講到說什麼 清代的時候 其實我會比較 我自己講歷史也不會說 台灣史跟中國史上的世界是切割 比方說講到清國 清帝國的歷史 講到清國的時候 每次講到大國聯軍 因為我說挺年不許給我背什麼 惡的話每日奧一 對啊 其實就是我們說 可是我們不知道啊 不是 對啊 就惡的話每日奧一 我說不許給我背這個口訣書 然後直接就在笑嘛 因為他從國中就背啊 可是我就為了要背呢 如果我們可以從世界史做出發的話 那到底十八十九世紀的強迫是如此 那是很自然在世界史的邁入出現的 我為什麼要背呢 然後或者是怎麼護法運動 最後我為什麼要叫學生說 因為那個說我就是 沒頭髮 所以無法運動失敗 不是啊 我們 我都說過了 我們其實應該要去討論說 他後來是什麼 如果是臨時約法的話 他內閣制 跟後面總統制 我還可以連到就是在那個 借延時代 總統的執權擴大 其實他應該都是可以跟現在 或者是討論我們的雙手獎制 那其實都是我們互相連結的 或者是說我們在教 在教世界史 比方說正經有一部電影 叫主攻大道 也許我們都曉得 可是你知道嗎 在新的課綱裡面不見了 一九個月人家不見了 那當我們要擁抱搖滾樂的時候 我們只能去報張鐵字的書了 對啊 為什麼 這搖滾的精神是什麼 或者是關於對於民主政治的追求 不見了 第一課綱的時候還在第六冊 社會主播上到 新課綱也都不見了 那關於那一些反抗 或是對於自由跟民主的那些追求 不見了 但我們還是會講 可是那個講就是 你把所有的 你把所有的爭論都推回給第一線的老師 我們會講你有問題 我們熱愛地什麼 我們會說 可是問題是 當初修改課綱就是說 老師們教不完啊 那你把教不完的東西說 好我們縮減喔 縮減又塞了八十項的爭論 對啊 然後 對啊 對啊 到底八十項是什麼 不曉得欸 或是說 在一開始的時候 比方說下禮拜六 我要開 我要開班親會 然後要跟家長講那個 尾條課綱的事情 那我就 我也澄清過學生說 啊 那你們以前說 被外部 外部是被迫的 請問一下 你國中的課本 沒有加被迫來自 你老師有跟你說的那些資源嗎 我喜歡去笑 對啊 但是我們其實可以 很多事情是可以討論的嘛 我說然後我們一定也會花時間 跟他們討論 啊如果上不完 就好 老師自願幫你們加時間 對啊 但是我們在討論外部 也許這可以說的是 到最後其實 會跟學生講那個脈絡之後 我說我們當關心的是什麼 那你來聽聽 你去看看胡偉之歌嘛 你去看看那個時代下 真的自願還是被迫 或者環境的壓力 復全的壓迫 那人覺得爭取才是 我們要去做的 而不是拿來消費 絕對不是這樣 所以關於歷史真相的追求 為什麼 就是剛剛葉隆老師也說 行動沒錯 噢 老師是做一個行動者啊 然後學生就會說 哇 然後他們還喜歡歷史 可是最後這樣 都會跟你們說 啊你抬起來在唱什麼 然後學生就這樣問我 我就說啊你抬起來在唱什麼 好 沒有沒有幫助啊 我說歷史要求的 如果我們可以有思辨的能力 我們會不斷做為一個學習的主題的話 那如果你們想要學什麼 你就可以去學啊 不就是這樣啊 不要問自己能做什麼 要問自己不能做什麼 然後搶拐騙啊之類的 那你什麼都可以去學了 啊如果你說要致富的話 那真的也不用大學 你22天啊 你就去 我不再講啊 你就去學那種詐騙啊 軍火走私 最賺神啊 沒有什麼不 因為你有自己對於知識的追求 跟你對於知識的依解 那就是生活能力的培養啊 不如我們熱愛我們生活的環境啊 我們又活在歷史裡頭啊 所以 因為接下來老師們他們沒有留時間 都準備希望你們可以去他們 所以依照哲史的觀念就是 一次問三個問題 然後 然後 這位有沒有想過 一位 然後 還有沒有 然後三位 就是 問一個問題 不過 我覺得問一個最重要的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當反課章的時候 也能在挺人的 人住的努力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的課章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在場中會討論的 討論反課章的時候 都是 就是某一個大多數主流的階級 主流的階級 主流的人種 但是我們 我們會注意到移工 我們會注意到越南啊 印尼啊 那些只是因為他們都 主流階級的人通過了 所以我們稍微聊 我們稍微 開始就關注他一點 但是我們沒有注意到人物 台灣這塊土地上面 不是只有海 那個 泰坎的海 他們就有點分析 他們現在的課章 比較容易下路 就是東南亞 台灣是 台灣是原來的 那台灣是 而且 如果我們要提到 東南亞的歷史 我強硬的建議 這個是應該的 因為東南亞是 南島的一些 南洋 南洋多數 很多 東南亞 就是南洋的 原住民 都是很大的 在中間 中間 三個問題 兩個 我們是問完三個問題 然後再請問問 他 好 好 太棒了 那第二個 我覺得我們 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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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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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也肯定有問題 你好 我想問潔優老師 他剛才也提到 他其實很想把批判的東西放到地址課裡面 看能不能 但是這個批判的東西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地址其實也蠻缺少所謂的意識形態 就是說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國會其實都是 不管是民進黨或者國民黨 他其實都是蠻右派的 就是說當老師 陳老師把想法批判放在歷史裡面 但是有沒有一種可能 就是歷史裡面有沒有辦法放一些比較說 比如說左派的歷史 就是我覺得你剛才提到想帶出一種社會行動 就是透過學生成的一種社會行動 但是我大概一定要先有意識形態才有辦法產生行動 社會行動 那在更深層裡面 就是說現在高中他可能有所謂的哲學教育 陳老師是如果真的有這種哲學課程的教育的話 你會真的還希望把這些批判放到哲學裡面 還是就單獨還可以同意出一個哲學的高中的課程 這我比較好奇就是陳老師想要的是什麼 其實我是想發表一些意見 因為我在國外長大 那其實我想這是一個比較中歷文 比較客觀的兩個長大 你說我是華人 那因為就是很多其實啊 我的朋友他們祖先大概19、20世紀的時候 就已經到遠恒、到緬甸、到印尼、到馬來西亞、到新加坡去了 那他們福州人、曹州人、台山人 所以他們不一定會講我的那個 北京話或是普通話或是國語 但是他們會講福州話或是福建話很沒通的 那那時候也可能比較中歷文 應該那時候還算是清朝 那所以我遇到蠻多將人 甚至有的是寫入一時代過去的 所以那時候已經第五代 他爸爸已經不會中文了 他本來喜歡到他的學校會學中文 那甚至我遇到一個好人的同事 他的真祖父是到那個墨西哥去當牛仔 那是青頭髮的 所以他本來很喜歡我們在一起 那實在是完全是一台人一樣自己 所以我們覺得用華人這個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他們的確就是我們共同人化 共同人也是習慣的 大概相近的性能 比如說我遇到華人裡面 我遇到有不喜歡吃輕鬆的啊 不喜歡吃那個 一些什麼 像 一些豆腐的 但是我還可以遇到說 不喜歡吃豆腐的 那也是對很多華人來講 豆腐是很可怕的東西 很多華人沒有辦法接受 那另外比如說 我們在上那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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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就想說你是什麼人,我就說我是台灣人,她說不是台灣人,她不知道,所以她就回去問她同事,那她的朋友,下半個就過來,說台灣不是國家,但是她還是韓國,那她寫說台灣內,那還好隔壁有一個同學,她也是教授,她是暑假想去華國人,所以她很尷尬的意思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就是說如果說自己的政府不覺得台灣是一個國家的話,那那個外國人怎麼想 那我以前工作的時候,我遇到那個從蒙古來的人,那我不是如果以這個思維講話,那你也不是國家,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意思是說,我剛去美國的時候大概是1987年,那時候我就去圖書館,找找可以幫你台灣介紹 台灣是Police State,警察國家,很明明警察,是不是一個極權國家,那時候我還是幹事山豫族堂中午的時候 所以現在也沒有這樣子,但是很可惜就是說,我是常常看報紙記憶體的影片看,比如說紐約時報啊,烏文基時報啊,或是時報的那個 Times來的 關於介紹台灣的時候,如果講說台灣是一個中國的那個renegade province,就是一個叛逃的成分 那就是當年那個中國有內戰,然後那個蔣介石打敗,然後也是逃到台灣來的 那所以台灣應該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以如果說紐約政府講說台灣也是中國一部份的話,那你再跟壞人講,更講不清楚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我這些從另外一個解釋的看法 再給老師們回答之前,其實我想要回應剛才有說,你講的海外華人就是Overseas Canaries 那個其實在九五戰剛的第五冊,其實有提,那其實我們就會從那個講所謂進帝國時期嘛 你如果要說移工的協會的話,我們其實真的要去注意這些外籍移工的生活 為什麼?因為關於這些移工,我們自己如果大家有知道就是荷蘭時期,就知道抗核事件 戶外事件就是一個移工的抗議事件啊,不就是嗎? 阿如果是我們在講說,海外華人的時候從清帝國,那些所謂的苦力,苦力的外,的海外輸出 那比方說我就會連結到講美國在1860年代,就是南北戰爭之後 那他們就是要變成,他們要重建嘛,所以蓋那個美國中西部鐵路 那當時候美國其實已經廢泥了嘛,所以大量的勞力從哪裡來? 當然從全世界最弱的國家就清帝國,輸入大量的苦力嘛 先騙他們說,欸美國那裡據說有金山,那我們只要從紐約那邊登陸 然後一路坐鐵路,坐到西邊去,就可以到達金山了,這是你的掏金夢 可是到後來咧,在墨爾本又發現一個新的嘛,所以如果墨爾本有一個新的金山 就是那原來的金山咧,就叫舊金山啊,所以我們其實是這樣去認識歷史的 可是那些如果現在不講的話,我們不知道我們如何是跟世界接觸在一起 或者是說這樣,當時候讓學生要能夠對付很有感觸的時候 其實我是借我一個,我有一個高中同學,他去美國後來大學念那個讀場經驗 然後呢,他的老師,他的教授上課的時候跟他說 就關於那個賭博,Casino,其實是華人帶給他們的 因為華人去到那裡的時候,就是生活苦悶啊 然後留著長片子,不為美國人所接受 所以他們所能做的其實就是,啊休息時間就賭博,一賭博就習慣到啊 所以他們要開始玩的時候就會說,開戲樓開戲樓 所有的人就會聚過去,所以這是Casino的理由啦 對啊,這樣讓我們覺得就是跟我們的生活很貼近 所以馬上就可以很有感受的去接受說,啊 原來在那個時期不同地區人的生活是如何 然後剛剛有另一位朋友說,反課當的過程也好沒有提到原住民 其實我們在多次受訪問的時候,都有一再的說 就是迷你台灣的住民有這麼多,可是就像原住民 我們就只知道他唱歌跳,可是我不知道在星石器時代的時候 就像我剛剛講的,北南文化的人已經就是台商啦 他們的網路遍布東南亞,然後還在跟你講 什麼大風坑文化的時候,是從中國華南地區過來的 然後學人就會說,我就會問學人說,喔所以你就是要說台灣文化是從中國過來的嗎? 我說,請問,如果星石器時代是距今七千年 那請問一下,你所謂的中國文化五千年那時候在哪裡? 對,如果學人可以去反思,那去討論 我們是透過那樣的方式在討論歷史的 但是絕對不希望說,在最後的時候總是要跟學人說 你做的要知道要怎樣做的 那我們也在就是反課當的過程中一再的說 今天,估計不論說全國各地有多少的原住民族群 但至少舊花東地區來說 阿美族十一萬人,那是全台灣最多原住民的地方嗎? 有給他們一本他們自己的課綱嗎? 沒有啊,有他們自己的課本嗎?沒有啊 但是我們一再的說,其實我們會希望的是軟性的課綱 那個軟性的課綱的意思是說 我們只要有一個主題,可是如果放在台中 那我們就希望搖搖台中,如果放在台東 就以台東為主題,也要搖台東 那個才是我們心目中想要的課綱 就是藉由我們所生長的土地去認識這個世界 然後可能老師有多一點點 然後可能老師有多一點點 沒有啊,沒有問題其實是放在台灣市 就是,台灣市的內側裡面做處理 那當然,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 將來如果要處理一些洞來洋 我發現你還會是一個第一 所以就這樣被人提到 那剛剛這位,我們提到的這個華人的文章 葉齊老師講的過去的課綱 他是把華人的華僑當一個特勤在研究 現在沒有 所以我們說他是很容易的課綱 另外,葉齊老師剛剛有講的就是 在將來的希望有一個人情很大 我今天本來的獎綱 你看,一個十分順便 我覺得課綱的那個綱 基本上,是比較邊緣的 重要在那個教會書的審定文字 以前我們寫過很軟的課綱 寫上去的教會書到那個 那時候教會書到那個 那時候教會書到第一邊醫管 那個在審定的那部分的時候 就擺定審 你再軟的課綱到那個地方 你非常適合 所以我們那個課綱呢,在非常軟的課綱 寫出來的那些課綱 拿到那個高中的原書教授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到時候 高中去訪問,介紹我們的課綱 那個在座的老師一篇罵成 所以你們的寫字 寫字這麼多 比如說我們本來為止寫2000字 但是這一章中為什麼會變5000字呢 為什麼神經人不知道說 我們一定要寫 把神經人寫到 所以你居然呼呼呼呼 那就是5000字 結果那到教育系統還會比較好 所以神力機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反而要建議 將來這個神經機制呢 不應該是一個 你如果沒有通過 它應該是一個建議制 它不應該是一個審查制 或者是把這個審查權 交給這個書籍去自我管理 不要有 這樣的好處是 你的官方他不會透過這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課綱的鋼跟柔 那不是關鍵 關鍵是在神經機制 就算是柔的課綱 寫出來的困難 他們的地方 如果是一個像馬英九在案外室的 馬科長的話 他什麼都要管 所以那是沒有自由的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我先回應一下 我先回答一下 原住民觀點的意思 因為我覺得 確實沒有錯 可能我在台灣的 歷史的數學的部分 一方面當然也是 我覺得原住民重點資源的 比較弱勢 在學術上 他其實沒有辦法 有機會太多產生 那我會覺得也是 就跟說 我們現在在台灣的中國史 就是我們認為 他沒有台灣主體性的中國史 那當然我也覺得 在台灣這個部分 也可能少一些 原住民重點性的台灣史 那我覺得這是大家可以在一起 努力的地方 然後那剛才講到就是說 批判歷史學的部分 實際上就是 我在念書的過程 我看到有什麼批判人類學 批判社會學這樣 那為什麼批判這個字的時候 實際上 基本上比較多大的字 就是 歷史主義者 或是後來的 法蘭克的學派這樣 那 其實說 我會覺得也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 可能長期的 歷史性的中心 它實際上 因為我是東海執史學系最頂級 因為東海執史學系會成立 就是因為 當初國兵黨 平常控制東海大學 因為他可能是有 基督教聯合大學成立的學校 因為他控制不住了 所以我們的 豐富翔創志系主任 他就來到東海 當第一屆創志系主任 所以他認證的 所以豐富翔 所以豐富翔 在我們來的史上也算很重要 從學生一直到 當我們東海執史學系主任 那以我們東海執史學系主任 就是成立為當年的歷史 一直到 我們現在所有的 近五年所有的老師 都換掉之前 我們全部都是找新民家 那所謂的新民家 他就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 所有的單單的西方的思想家 做連結 然後但是他的重點 是在 要去正成新民家 他還是具有一種 韓國無辨的 哲學價值 那 我們要講的是說 讓韓哲學給三教 所以以前我們在 讀哲學系的時候 我根本就不曉得 配合了之後 到底有什麼哲學家 什麼哈佛法斯 什麼德西達 我根本不曉得 跟我們哲學有什麼關係 東海執史 澳明來這些都是哲學家 這樣 那我覺得就是說 一個系主的教育 或是 一個專業知識 他也會這樣再挖 那 那 我會覺得就是說 那到底這一方面 可能讓我們再 回來思考 就是說 那究竟我們的 歷史教育員 他能有 很不一樣的面向 不是說 很不一樣的 認識論 進來認識歷史 教育員 只是 我的 想法 那 我會覺得就是說 再調整起來 就是我覺得 因為台灣一直 我覺得在介人體制以來 一直調整 不夠有的機關 所以我也無法和 所有全世界的 華人社會 進行聯繫 或是思考 或是包括我 其實我們台灣人也蠻多 早期也蠻多很多 在台灣在那裡 有很多到日本去討生活 就跟現在很多大陸 沒來到台灣當 性工作之間 很早期也有很多女性 到日本去 像去學財總 當律師 可是實際上 也是做這個工作 也是在我們的歷史 就是歷史 也蠻多很多 很多人都會考慮 我記得當時 以前我們進入念教 不要讓老師們 他就很隱晦在做這件事 就是說 把人家都介紹到去日本 做採訪 可是實際上就是做 那個小器 他可能他年紀大一點才 然後就講說媽媽三 然後就是 我會覺得就是說 很多地方 或許 我覺得 知識的理解人員 那個面向是不夠的 那 但是我會覺得說 我蠻多忘記 把另外一個 去證實他的演技 這是我相信 其實我不知道 公務學校 有哲學語的生 這堂課嗎 如果沒有 那像我們學校 私立學校 有哲學語的生 通常就是 可以給數學 什麼 對 或可以上文化教材 之類的東西 然後我自己在高三的時候 歷史當然也有加課 然後我上 我記得我就上健康的體育 這種東西 就是加課的 然後 或者說其實 因為我們學歷史的人 其實是跟 是跟社會在做連結 在做脈動的 所以我們所有的一切 都可以連結到歷史的部分 有時候跟學生上課 上一上課 學生就跟上課說 哇 是你們在教哲學 我就在他們說 民主有巍使者不分家 然後實力不分家 然後假裝請蒙入工作 我又會盯Hello 所以 很多學生就幫他們說 他爹啤史書要幹 我就跟他們說 其實就是生活吧 學會如何生活 我們是國外認識的地方 大概會這樣跟他的講起 我還是我們來講一下 就是其實我自己高中老師 我覺得高中歷史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的高中 基本上是沒有思想課 那我覺得他唯一可以去補這塊的地方 是像是在 就是我覺得高中歷史老師 真的比他包在包海 真的要講什麼哲學什麼 然後近代的思想啊 然後包括連藝術都要講 但是我會覺得就是說 如果真的課子越讀越 那我覺得其實很多老師其實還蠻認證的 那我會覺得說 實際上是可以透過歷史的這一名課 我覺得可以帶來一些不同的意見 其實我覺得很喜歡思想 因為我真的覺得 欸我這樣是評評到另外一課 因為有實際上的另外一課 應該是要教思想這樣 可是我覺得因為他的從頭 是在三個月 所以我覺得他很喜歡 所以他很不限制了他 現在他在教社會科學的時候 他幾句信 因為有點像在 有點像在教奧古靠的那種 被考試 我認真認真回來 好對不起 不好意思 因為我以前在政大部中 都不教公平社會 所以我有點那個 那個課程有點弱 我一直很深刻的感受 因為我的專業應該是比較接近公平社會 那接下來目前還有三個問題 一個兩個 還有沒有 那你的話就先這兩位 我想請教各位 我們不只是一台的老師 還有各在場的老師的意思 就是 如果我們把剛講的那些意識教育的東西 拉回教育現場 我會發現 其實 有一個困難 不只是在老師 而且甚至有學生 因為 也許 新教授和蔡老師 他都是在 我們所謂的醫療學 然後我們就 發現這些同學 其實滿苦的 但是叫我們台中學中那邊 我們的老師 我們的歷史老師 深刻聯盟老師應該都知道了 是吳少海老師 他的商學方式比較活一點 然後有時候就 不解不論他的立場 他就說 他就會 他每次一問一些 課文上面沒有出現的問題 或者是跟現在連結的問題 或者是跟他歷史本業 沒有直接相關的問題 全部的同學就笨住了 驚呆了 然後 然後 就 全體正化 就沒有人回答他出來他的問題 但是 我就今天發現 就是 例如說 他就 會問說 你覺得像 漢代 和 和草莫名的 便當 和 化福的 這兩個道教的流派 你們覺得哪一個比較廣為優常 那就 嗯 認了大概一兩分鐘才有人講出答案 然後 我們發現 大家好像都習慣被老師 由上而下的灌輸 就是 我們不只是老師習慣灌輸同學 有些同學習慣被灌輸 那 接下來 第一次教育的展望 我們是否也要 訓練這些同學 不要只是接受灌輸 接受 考試要考什麼 然後要化成重點 也是 嗯 最主要問題是希望 老師能不能給我們一些建議說 能不能讓同學 不要再 再把自己設為一個特點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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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我覺得 真的 好 我的問題剛好跟這個部分講的 非常的享受 這樣的 應該算很享受 就是 因為現在的 我自己是 在於很多的 那個 如果我只要帶著果蟲 就是很多的果蟲 遊走過 然後 而且我帶著 我帶過的果蟲 大部分都是比較平衡的 對 所以他 而且尤其是現在的 就是 地下的教育 地下的教育 大學以下的教育 都是以大學考試為教育 就最終以大學考試為教育 所以 不只是 呃 剛剛同學講說 就是 學生已經習慣 就是 上最佳的教育 其實是老師 就因為我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的經驗是 我 我自己蠻幸運的是 因為我高中 遇到一個很好的 就是老師 他開始我一個 就是比較 所謂體育做 他帶給我 所謂一個比較平衡的教育 然後就知道 大學就是 當然在大學老師 當然大學更有這種教育 即使是相同的大學 一樣是大學畢業的老師 所以就是 我們就是 在台灣 要當老師 必須要經過示範學習 或是 呃 老師 老師的教育 而這個教育 這個教育目前還把持在那些比較 那台灣老師的體驗 都把持在一些 所謂比較老派或示範體系底下 而這些東西會導致於 但是 當然我們現在 在這個場合裡面的老師們大部分 比較有想法 會去觀察他們 可是 其實我是覺得 因為我自己是 工作人員 然後我有 走進教育 甚至我 因為出了一些 在那些校園實踐的時候 我自己的感覺是 其實是搞不好有更多的老師 他們是 像剛剛陳老師有提到說 但是 在練習老師也有提到說 其實搞不好有更多的老師 他們對於這個課章的修改 甚至是歡迎 他們甚至是覺得說 這樣子我搞不好會好教 那 我想問的是老師 在就是 當你們在那些推動活動 推動那運動的人 在面對這種問題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是希望的什麼樣的改變 對 這樣子 我跟剛剛講的那個問題 存在的 你家同學也存在 我想在台灣很普遍 在高度裡面 都有這個問題 那實際上 跑上街頭去 趕快黑漢客當中的 高度老師是少數的 這個我們也要有清醒的認知 你們會上街頭的高度也是少數的 所以 屋下這個故事 人的文章是整個結構的問題 所以我們剛剛幾乎有講 就是說 你要解決這個 讓那個老師在課堂上 有餘域去教學 比如像 一龍老師剛剛提到 他關心的這個 補派補課 以及弱勢的類型 他要能夠教這些東西 你要給他時間 所以我覺得結構上要做出的 一個 課料沒有檢查 你要教很多 然後讓每個地方的特色可以照顯 不是你到華東去教 教學堂史 怎麼會這樣 我大概已經 2019年吧 我們正大 私培中心的兩位同學 到出國中去實行 在私培生 我去看他們的是實行 這很可能 因為我去看教學演示 那天他們教學堂史 回應嘛 所以換句話說 在這個情況底下 你要給在這個地方教學的老師 一種餘域 我去教一些鄉口的東西 我們自己逐一的歷史 那才會讓他有感覺嘛 才能夠訓練他這個相關的 那個思念的能力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從結構上做得出 那這個部分呢 我想我們會繼續講 好的 老師 我的想法比較是在 就是我覺得在台灣去 因為我要先講一下就是說 我在台灣啊 比如說要考高中老師 因為我心裡可能 在政大附近的環境 然後因為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必須要講一個課法 就是說我覺得台灣 一個有呈現差異 然後一個就是說 那個地區還是有支援差異 就是說我必須課法講就是說 課感改不改 在台中一種教學 我們都不受理解 這有課法講 是因為很多種的資源 它已經累積了一百年 我們考考進了一百年 就是說這個學校的資源這麼多 我們的老師也一定 是乖乖的啊 然後 你念字的啊 念字管的啊 比如說你道士的啊 像是念哲學 但是很多就是 基本上他的資源 好像後稅 他 他無所謂 不是說像 我去考生大附上 說像 其實老師跟那時候的考試文 他可以 因為那個以後的學位 幫我刷掉 可是我回來說不考不需要 我實驗中標 這實驗 你進去就是要考一下 因為他物理在哪裡 包括我去考的那種 到底是樣子給我 那所以 講到說 我不是那個故事 那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 我覺得在 包括我想在政大一種 國中國一 我就可以讓我們看 綠色的地平線 綠的地平線 然後跟他旁邊 跟他旁邊 當時的少美工的議題 那我會覺得說 這會涉及到 資源的那個問題 那所以 也就是說 但是我會覺得說 有很多地方 就是說 我覺得每一個老師 如果他 你必須要比較清楚 是在你這個所在 維持的資源是誰 然後在你這個 位置裡面 健康插針 或是說像 像我覺得現在 身份聯盟老師 他很好 就是說 現在能夠轉運起來 我覺得最少彼此之間 可以作為一種 陪伴的關係 那我覺得 至少 有陪伴的關係裡面 我覺得才有辦法健康插針 是我在教育上的 因為我要先講一下 因為我第一年去實習的時候 實際上是在南投國國中這樣子 南投國國中 然後 實際上國中也是一樣情況 就是一進去 就直接回到大學 然後我一進去 我看到我的小朋友就想說 蛤 要幫我當一個老師 然後我班所有的小朋友 連工業學校都考不上個班 然後就是 那個剛剛我就覺得我班實在 不過那12年前 我要先講一下 就是我覺得 蛤 那到底我當一個老師 我要幹什麼 就是我還是會覺得 會不斷的自我質疑 就說 蛤 那我的學問 我們講要幹嘛 但是 如果你現在來講 就覺得 其實還是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 就是 我覺得應該是在你的 你的水平上面去做 那個客觀上面 跳進上面 去往前 對 就是 謝謝 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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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識你說的 熱衷的老師 我想要講 對不對 因為我們在私下 綠特裡面很多 所以其實我們就會買 每天都在那個 貝特貝露瓦的噩夢裡頭 那是 你可感的 我會認識 那你會認識 好 這樣說好了 就是剛剛講結構性的問題 對師父培育是一個問題 而且其實啊 像各位好像很信任我們 可是你要想喔 我們是 我們沒有念過台灣史的 對我們是國編本世代的啊 所以我們怎樣 那是台灣史 但是在我們大學的時候 然後後來再看到課本的時候 哇這個也不知道 那也不知道 但我們想要念課本 我自己去找資料 然後漸漸的才會去覺醒 所以其實是 你說對中華民國是什麼 跟台灣是什麼 那個自己在 自己在爬書的過程裡頭 你才會去出自己程度 那至於說 的確是有城鄉差距啊 比方說很現實的 大家好像不去討論這個問題 可是在藍物德反克剛活動裡頭 公益學校的 跟私立學校 有多少私立學校的學生 很少欸 基本上大家都看到 哇一中啊建中啊 那就是我們的 教育資源的分配 有很大的差別 你剛剛說 可以給國中學生看 你的地底線 就是對啊 可是你要說國一 我面對的國一 或是高一 他們就是 如果他會去一中的話 那當然就不會來這裡啊 所以他其實先被知識上 落差很大 那要怎麼辦 我覺得那就是 老師要自己的學術 這樣講學術 聊到先生就說 別人沒有 對 對 我們客觀的來講 就是作為一個老師 就是對學術的追求 就是我們想要給學生什麼 所以如果像學生 剛剛講的月底線 我就說好好羨慕我 可是我對我的學生 然後給他們就是 他們定義上歷史 他們已經會對阿拉 歷史老公就跟他們一樣啊 那我大概就會很花時間 跟他們講說 那你們喜歡 喜歡歷史或什麼 其實學生到最後 可以討論出來 就是他們喜歡歷史 他們不喜歡歷史坑的 那我就問他們說 所以你們喜歡的是什麼呢 那他們 我就會挑戰說 我還是會一再挑戰他們說 那你們其實什麼事情 都跟歷史有關係喔 你說什麼等等 然後學生就會講 但其實什麼事情 都跟歷史有關係啊 太容易接觸了 那比方說 剛剛有講的 剛剛說你們老師會說什麼 化佛咒跟電丹 這個流派 那那個太好講啊 因為我們那個也是 九五戰爭被刪掉了 講道教的部分 那一章有非常精彩喔 我說 你們現在看到那個公園裡頭 人家在另外擔工 對阿 或者是你們有沒有看到 什麼蛇型雕首 或者是然後學生就說 什麼蛇型雕首 可能在我的年代的東西 我就跟他說 你們小時候玩的戰隊系列 然後男生眼睛就會發亮 然後我說 對啊你們的戰隊系列 通常不是都要合體 才會變最厲害 那是什麼顏色 青木水果土嗎 五個顏色就出來啊 我就說 對為什麼五個合體 才會比較厲害 喔因為啊 那個在什麼 戰火時代啊 出現週夜 然後才跟他講武器 他就 喔原來在我們生活中欸 然後就跟他們講風水啊 什麼什麼 學生這樣 欸對喔 跟我們生活的氣息相關 對啊 啊或者說你要說怎麼 他說不然神奇寶貝 我說神奇寶貝 人道關懷啊 我說你好像超靠命的啊 然後他說老師你打怕我們的童年 我說這是啊 你看 小吃是為什麼要跟動物好 他都每次都說這隻沒看過 然後想說不太厲害 看好關係 然後看好關係 就把牠收到這麼小的球 我說這有動物權嗎 沒有啊 然後每次都說 每次要打仗的時候 都不自己出去 然後就隨便丟出救你了 然後每次出現兩個圈圈 就要陣亡了 完全不立刻救治 就立刻收尾球 我都超暴力的啊 而且你生活中就在學自己 然後學圈就會 圈就會講 那所以其實 應該是說 我們跟他們 其實就是試著了解他們 然後他們就會說 老師你那麼幼稚 你們知道卡通 我就說 啊就是要跟皮牌相連結 我真的沒有要合身 對啊 你要跟他們講說什麼膚色啊 或人種啊 我就說 海女寶寶大眼就不給你看 他有一集是 海女寶寶想要曬那個肤色 然後最後不是到最白 的那個 我說那一集 根本整個就是在講 種人歧視的問題啊 可是我說 我問到最後膚色味的是什麼 那不過就是 適應各個人 走在各種遠路下的生活 那學生就會 喔真的欸 什麼事情都有關欸 那於是他們才可以去理解 我們的生活跟歷史不遠 所以如果覺得對歷史沒有興趣 我們就要想辦法讓他們有興趣 因為歷史本來就是沒有學 好 那接下來還有沒有 有問題 有問題 兩位 三位 好 我喜歡的問題就是 如果是這種義務教育 或者是全民的教育 有啊 必然是跟公共預算搞在一起的 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下 有辦法做出就是 能夠以政權或者是 從事 從事者的身份 我好像他如果要求 你一定要 一定要遵從 所謂憲法 你用法法 你用法法就是 寫一個 違背憲法的東西 因為如果我們講 第一史的話 他寫的是超越 超越各個不同朝代 不同政權 甚至說總統的關係 如果你要 從這種角度講話 勢必會以現行的 政權的意識形態相準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還有辦法拿到 拿到 公共預算來執行嗎 其實我只是想要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我之前是在台中的 海線義中的教 然後後來 就是 然後 那個時候我遇到錯德 跟現在不太一樣 那個時候 因為其實 比較非是去學校 沒有所謂的加好班 然後 這個班的成績 是為了感情計畫 所以他們會挑出 全校最好PR值的學生 屬於在這個班 那這個班的表現 通常相當好 那我曾經 在那裡想要 PPJFPM的東西 或是什麼的 這樣討論的時候 聽我學長說 老師 你不可以只教 老師要考的東西嗎 好 因為他們進來的目的 是為了感情 那 所以 這個問題其實很嚴重 不是只有 海線才友而已 一非是去的學校 那他們可能放棄了 台中集中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在國中集中 不可能從一旁 但是他們在這裡 可以從一旁 他們可以透過 感情計畫上台大 這是一個 我覺得很普遍的問題 那後來我 因為個人尊號 我離開了 我現在接觸到了台北 我遇到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我的學校是 高職部 加高登部 很奇怪 他不是綜合高中 他是一部分的高職部 跟一部分的高中部 那以高中 以高五為主 然後在高職部 就發現 高職的課綱 非常有問題 可是很有人管 他是 ABZ3的讓你選 那是通識課嘛 ABZ3的讓你選 他根本就是 高中課綱的修剪板 然後沒有任何結構 然後老師開心選哪 在ABZ 一個是中國史 中國近現代 奇殘無遺 然後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是 台灣史 另外一個是世界史 那因為高職部嘛 所以其實你要 你要想 你要上學 他們會開心 所以大部分的老師 會選世界史 為什麼呢 因為比較多影片比方 然後大家比較有興趣 有比較多的漫畫 比較多的電動 可以讓 因為他其實就像 大學部試課一樣 然後 其實高中課綱的問題 其實已經炒很久 其實這半年才 鬧上是我們的問題嘛 所以其實在 當初台大周老師 他們在這一題 課綱不推出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知道這件事了 推出的時候 我剛去高職 我很苦火大 我想說可惡 你們現在想要 不教台灣史 我就偏選台灣史給你看 然後我就 我就在高職部上 選了台灣史的課本 然後我上課的 第一反應是 蛤 蛤 為什麼要上台灣史 我不要 然後我就 我還要跟他們拜託說 拜託 你們給我一次機會 啦 他們不會說 我們想要上世界史 我說為什麼 他們說 台灣史我們聊 我說拜託你們給我一個機會 讓我上上看嘛 你知道他們 他們已經有成見了 我不知道他們的國中的經驗是什麼 但是他們到高中來 然後我其實我心裡覺得有點難過 因為這可能是他們這輩子 最後一次的歷史課 他們到了大學之後 通識課 社會領域 他可以不要選歷史啊 那最後一次的歷史課 他們可以得到什麼 那而且台灣有55%的學生 世高學生 他們才是沉默的大多數 不是嗎 然後高中歷史課上的問題 我很擔心 我在今年的吃辣的歷史課程 歷史教育 或兼好退商 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因為所有的人都在討論高中課綱 不要理 沒有人在管高中課綱 然後我就在餘會的時候 我就問了這個問題說 那請問一下各位老師 高中課綱果辦 沒有人理我 然後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高中課綱 才是我們更能夠自由發揮 更有彈性的地方啊 而且他其實受惠的 學生人數 因為他用法考試 他其實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可是為什麼都沒有人注意 這是我一直很想要問的事情 但是你去看高中的 高級的課本 那真的是非常悲慘 然後我們 我們如果照著它上 一定很無聊的嘛 所以我們就是個人想 各種不同的方法 如果我今天在我們學校一次 聽到一件事就是 我們的 我會一小時被投訴 被某科投訴說 他沒有按照課本上 我其實想 天啊 控制課欸 控制課 就不受控制的一群人 你要照著課本上 誰比你啊 那這樣怎麼辦呢 那事實上呢 照著課本上 我們不要學生不開心 不照課本上 你的老師給我意見 也給我們不認真 那這到底是一個 怎麼樣不友善的環境 所以我就會把你學校 對 對 對 我想問一種 反客 就是 行動研究算是 什麼樣的意思 其實算是 一種 在進行一間 在進行一間 的狀況之後 進行的環境 是什麼 原味 那我覺得說 那其實 呃 剛剛講到說 反客剛之後 做的學生 我也喜歡上一次課 其實我覺得 有欸 超明顯的 就是像之前 從高下開始的話 就是 有提到這些事情的話 其實覺得 如果對於 上一次課的反應 其實會比較好 雖然說 一種學生就 就是要玩表面 比如說 你跟他搶KMD 他就給你搶KMD 但他其實 你要講一些表情不容易 他不一定 不一定能夠 反正我覺得 一種學生就是 喜歡那種 荒謬和簡單的 對 當真的不適合 例如說 我們適合一種 的教員這樣子 對 然後 今天 聽了三堂兩座 從中午下午 到 到現在 然後 其實下午那場 其實就是 有講到 期盼的思覺的部分 對 這就是 方科樂師在講 然後 其實我覺得 就是 台灣教育 真的是缺乏一些 就是 就是 大家知道的 就是單一一次的教訓 那 我覺得 其實 如果說要 不習慣 研究的話 我現在很好奇說 做得在 導師們 或者是 學生 然後 然後 擔憶成績 就像我剛了解的 就是 你怎麼會開 開研究 或者是 學法人 或是 在台中工作的 或是 這樣子 但其實學生的話 我們在我們看來是 很多東西 他們來去消失他們 都 像我自己 所以 所以就在讀 讀 但我們還是 就是會自己放說一下 希望的思維 其實 在之前 照 就在那個 六七月的時候 辦獎初期 學生的參與率是兩個高度 但現在 就是 就是 我最提的 之後 就現在 兩個人在這邊 然後 只要回頭 然後 其實我覺得 歷史教育 可以 再來說 教學 魅力 東西 或者是 一些 走出去 做 貼銷場 或者是 已經 做好 我自己覺得說 還有教育 還是 就是 就是 把 一些 要 像剛才講的 他點字的 什麼機會就覺得 看得沒有 那時候1960到2000年 這個 那一個 就是西洋史 世界史的發展 世界上都沒有 標準的 是兩屁啦 這兩屁的發展 我覺得還蠻不用的 其實 像 最後就是上 世界史 然後還有 然後 然後我就被說 然後我剛好還會利用 那我就沒有那個 那我就沒有那個 那我就剛好也是 一起看一看 所以我就跑到一起 一起 其實覺得 會覺得這樣上去 蠻有效的 對啊 其實我就想說 你們 是不是除了在 教學專業上 會可以以這些 閱讀式的 訪問 還有一些 消耗性的 我覺得基本上 其實就是 因為我講說 就是 因為實際上 我到一床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都 因為我就是那個 擺入擺入 擺入擺入 就是一開始擺入 擺入擺入 那時候我就擺入 就被這樣 告訴我 請警察而辦 來學校 然後 你知道我就是 就賭啦 你就一開始就不用學校的錢 幫你擺入擺入 那我會覺得就是說 做一個老師的擺入 動性在於就是說 你不要去管體制 或是你不要去 你就是要接風車 你不要去管說 他給你擺入多少錢 一定有 你可以自己擺的 例如說 我們去 戶縫林家 我們去 我們來走一趟阿兆舞池 其實你只要公車 今天公車沒多少錢 然後就不用怕兩百塊自己吃 我便當大家一起吃 反正老師請大家吃 你就是要去考試 還是一樣 對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說 你覺得這怎麼大 就是說 今天我們把課單 並不會因為他 一直都把課單 整個難的 考試是頓時機化解掉 那我也覺得說 那老師在這裡面 就必須要比較策略性的去吸收 也就是說 就是 我會覺得說 大家都知道就好 就是 在考試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在考試的時候 就把考試 大家也講得清楚 但是我覺得就是 你必須要去整理平常的 這個空間 做其他事 我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說 以前沒有幫忙的時候 人家有導演 例如說 之前怎麼臨政策啊 誰啊 我就跟他第一種講 我們就沒請給你 你要不要來 你來我幫你找時間 找人 然後一種這樣 沒有錢 你幫我都要來錢書幹嘛 然後一樣 搬帶學的出去 做電影去幹嘛 可是現在有的 句子話說 就搞了老師 沒問題 我覺得這個國家控制 你最好的方法就是 不斷給你錢 然後叫你高大錢 你說他給你100萬 然後跟你講說 從你9月到明年5月 然後突然10月之後 變成FISL 你連理請要花到10萬 然後大陸就像瘋掉這樣 而且做的程序 你還要找不要 找不要一個月 我就是這樣 變動過一點 所以不難 你也都被掃 我就是不想再幫忙吃 可是因為我會覺得 國家就是這樣在整理 表面上很好 比如說我給你補助 給你平均 給你有的沒有 實際上它就是差什麼 我給你填好 然後實際上 你就要按照你的程序 所以你完全都沒有任何 空間可以做 這是我對於所謂的國家的理解 就是我在教育體面 它是不斷用評鑑 真實的 這樣子 你不評鑑 我就猜什麼 教室評鑑 竟然評鑑不到 實際上都沒有 然後還跟你講說 這以後不會拿來當你的什麼 什麼好企有的那樣的 關主都沒有好想 就是他以後的玩法 也就是一直入法 他的那個想法就是 一直入法 不好意思 我再來幾天 我真的覺得就是 教育部就是這樣搞的啦 就是他就比如說 有像一條邊嘛 就軟的硬的起來這樣子 希望在明年還有機會講 有一個課綱的過程 然後教育部來到日中 就是本人在負責處理 希望有機會再跟我們來講 這句話 這句話 那我覺得也想說一下 就是說 老實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這個 因為他我們現在的課 我就是誤會剛性的課綱 你知道嗎 幫大家懂得實實的 可是我覺得在高職的好處 就是因為 他就是沒有人管 所以我覺得就是 就是表現老師專業的時候 那我會覺得說 老師的策略很好 就是跟老師 跟學生互動 什麼 那我覺得正因爲 其實沒有課感的幫助我 那時候我會覺得就是說 老師的策略是 有時候你要意思意思 做給家人看 就是一萬家人的 就是要看說 你到底有沒有考 那我覺得 這種東西可以再考慮一個小時 我們大家來畫作片子 就是 但是我會覺得就是說 我會覺得說 在教學這個空間比較大 就是說 我覺得有時候 就是轉得贏得到 就是說 包括你想要給學生 不一樣的上課方式 或是說 或是 因為我以前 在政大附上也被告過 這樣子 就是被家長也告過 因為台北家長也是很厲害 這樣子 就被指援教區 六個那個 是當時政大法理學員的院長 他說 我是 我幫隔壁的小孩來講的 這樣子 那所以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理解那個處境 那但是我會覺得就是說 這因為事件 所以我覺得老師 在教學上 或是在你的科學上 有更多基因 就是 你的形勢上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他沒有一個共同的大的 所以就變成 老師們自己做自己的 那假設我今天是 比較有想法的老師 所以我願意做 那我就做 可是有些老師 可能會覺得 好麻煩喔 我幹嘛要給自己找麻煩 那我覺得就錯失了 一個很棒的情緒 那全國的高級生這麼多 那如果有一個 好一點的課端 那就算我們今天 這個老師他不想多做 他想要叫我全科 那那個學生也會得到一個 好的課程 這個情況就跟 你們今天把課端成功了 所以你就喜歡念書 你們知道 就是今天給他一個好的課端 他也不一定會喜歡念書 那我覺得在高級裡面 本來 這一種文科他就非常的平原化 然後我也知道 就是控制科也不受控制 這樣子 因為我只是都有 朋友高過控制科 然後所以就是 但是我不可以理解 我的意思就是說 呃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正義會是這樣 那我覺得 我覺得在一個課完團結 就是這些老師 你會不會按摩完的 他不是這樣講 我覺得 那第二個是 我覺得老師可以再去結盟 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工作 對老師來講 Loading是很重 就是 你能不能看其他老師 有協力 或擔控制科 這樣子 就是說 一起來工作 我覺得在學校 非常非常困難 基本上在一百一切的課當之後 應該就有一座喬這樣子 哈哈 對啊 對 對 那我只是想講 那我想 理由到這個 我們的同學 這樣子 就是說 我覺得也有可能是 我們的整個歷史教育 可能因為反課上 這個議題大家 很嗨嗨起來 只要講到這個議題 大家就會很嗨 可是我覺得 比較根本的就是說 理由到歷史教育上 但是我們覺得 大家有點合成下去 但是我覺得它是一定要 比較殘酷 因為不只是 目的時刻 每個科目都是這樣子 就是說 就跟一樣 就是說裡面 目的化學會那麼高的性質 那是因為 他對我考慎一下 對 就是 就是我畢竟比較客觀講 就跟說 那個彈性移重 那樣的學者 因為他以前目的地性 因為基於這樣的 公立的目的而存在 所以他不因為這樣做 第二目的的話 他就不應該在這個地方 那我會覺得 那是蠻比較隱私的 只是 我覺得老師就是 前面查證 不曉得哪一天 他是不是 哪一天做什麼事的時候 都把習慣說 對某個老師是怎麼講過這句話 或許啦 我覺得就是 膽 教育就是 蠻很順利的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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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有一個好客觀 老師當中 完全看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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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希望這種情況出現 有些競爭的老師 幼秀的老師 他在那個好客觀的情況下 他可以表現出自己的專業 跟自主性來 把他的客交好 跟得而下之等 這個職業團結裡面 總是有兩六不齊 我們的客觀一定是希望他能夠維持在一定的水面上 至少達到一個儀錶碼 不要讓這個老師沒所謂的 當然也不是說這個老師就會沒所謂的 只是說你不要讓這個情況出現 就在結構上的錯誤 就把課堂來做 那適合這個教育性的方法 剛第一位先生提到這個國家的進行 預算來前生這個問題 教學的問題 其實只是整個教育值值的問題 因為他主要是還是要從中央來 中央來防護到底要不要跟這個 所謂憲法 憲法文 但是如果 如果你可以把編課的說之教學 到底要教什麼東西 把這個權力達到地方的話 地方政府甚至更多人民參與的話 會減少這個國家意識形態 甚至於我們教學內容 現在考慮的就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把這個課綱的制度 的程序給法制化 就是課綱的制度 的程序給法制化 馬上把你們的希望不要讓 這些專業的資料插進來 然後或者是怕 或者一些什麼政治的計算 不要插進來 本來 來影響這個 本來就應該輸入在業 一個 課綱的出現的事情 比方越來越多 所以 現在的一個訴求 就是一般 影響剛剛 他們的一個訴求 就是希望你們 在這裏的工作 發生大的工作 在不影響 屬宿在業制度的情況之下 那你能夠照顧到 區域之間的平衡 族群的多樣性 然後性別的那個平衡 還有屬於成分相的這個差別 比如說 在經過這件原則的情況之下 去法律都能夠進得出 所以目前考慮一下 也還是往自己畫的方向去承認 很多話 如果這樣看起來法律 好似這個像過去一樣 所以就期待出現好人 那這次應該 這個感覺 所以我們對民眾社會 基本上在這個 速度化的方向去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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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時間的關係 但是我還想要很快的 我就回憶一下 就是在課當的距離 還沒有法治化 以及就是大考的方向 還停留在選擇題 而不是聖略的題 然後歷史課程培養的目標 也不是在思念等等 在我們努力上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 所有的老師還沒有站上 那張火光燈之前 火光燈下之前 我們都已經在做這些事了 就是 你大概知道說 現狀的艱難在哪裡 可是我們永遠在做的 就是現狀的努力 然後還有我們常在教學的時候 我們大概都會 不斷的去審視自己 就是說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或者是說在高級的教學 因為如果是私校的話 普遍大概 你以為說一個禮拜兩節 如果兩節的話 大概上學期的話 前夜有一個月就會練鞠歌 老師接一節練鞠歌 然後下學期就練彩錶 然後中間有什麼其他科 叫姐弟就接一節 所以基本上就只有一節嘛 所以如果只剩下一節 你要給學生審問 我覺得那個就是 老師們自己要問自己的 那至於你剛剛 就是剛剛佳凱有說 通通就去烤肉 烤肉很好 我覺得我覺得 我覺得一間學生說 那你知道如果 你要去中秋節烤肉嗎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 然後比如說那就是 然後他們就說長蛇分月啊 我馬上說對 那你會說 但是其實誰說月圓人團圓 長蛇分月 長蛇就是後裏的太太 還是射下太陽那個啊 然後他不是就得到長生不老藥 然後但是呢 他都不分享 所以我就開玩笑跟學生說 他正要吃的時候 被長蛇一把抓過 我覺得喔 你長什麼不跟我吃 然後他沒看那個 服用說明 你就一口氣全部都不下去 就是身體情飄飄 然後又會點上去 我說長蛇分月 根本就是夫妻適合的 最早證據啊 然後 或者你說 啊什麼時候 又可以討論 就跟他可以講到 1980年代 消費者意識的覺醒 他沒講環保 可以把他講進來了 鹿港版杜邦啊 隨便嘛可以講 一路講到爬樹 這20年來的運動 有何不可能 就是所以我覺得 隨時我們都在注意 那個社會的脈動 然後就是無論遇到什麼樣的學生 我覺得我就是很盡定 在現狀裡頭做一定 然後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是今天要真的非常謝謝 兩位老師 作為大家幫主席 很享受 所以謝謝你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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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如果要黑手 我們黑手也是支持大家 然後待會兒如果有想要 簽證公圖法的啊 請請到後面 然後也要想要 跟人本的那個 帶來的那個反客鋼的 可以一起拍一下 可以一起拍一下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各位 然後待會兒要 預告一下下禮拜的 就是我現在 我們現在就預告一下 下禮拜折舞的題目 那下禮拜就是要 其實我們禮拜四 我們折舞有包一場電影 叫做太陽的孩子 對是今天 開始上映的 9月25日 今天上映的電影 那我們 第一點是在 新時代的 威秀影廠 那我們 因為是折舞包場的關係 所以 其實報名的朋友 可以免費的入場看電影 但是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報名的朋友 是禮拜五可以參加 這場折舞的討論 因為禮拜五折舞 我們會邀請 電影的導演 的兩位導演 跟上面原住民 親連這些的成員 來談這部電影 對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 報名的朋友 是可以參加禮拜五的討論 因為這樣電影看下來 其實會更有記憶 那我們禮拜五 下禮拜五的折舞 不會再好辦 下禮拜五在台中 欸中巨蛋的基地 其實就在隔壁街而已 中巨蛋的基地 那現在的票 已經被搶到 已經三分之一被搶掉了 好像搶又是幾張呢 對 好像升不到一百張而已 就是有些朋友 打開你的臉書 然後輸入哲學 星期五點的台中 找到他的粉絲專頁 然後先按讚 然後改換錢 然後他臉書會消失 然後點他的網站 要看一下 報名 對 報名網站在那邊 點進去之後 點進去之後 不用注射吧 因為不用報名 下面有立即報名吧 在哪裡 按哪裡 對 立即報名 按下不可以 對 現在已經剩多少 剩幾張了 對 對 對 現場搶夠十分快 對 我怎麼會這樣 對 對 那就是禮拜四 七點到七點 七點開始 在新時代 文秀演成 對 那有些朋友 就是記得 報名 然後禮拜五 到在神經濟來聽我們的 哲哲星期五 對 那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然後再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